第一时间的抢救包括铁道的护员 他也告一个段落 所以他请示 我同意他的请示 这一次的台铁普庸马号交通事故 造成残重的伤亡 第一天从深夜到凌晨 我陪同院长在现场 包括抢救受伤的乘客 包括安置医疗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相当的沉重 当然也非常的不舍 所以这一部分 我是用负责任的态度 我认为必须要承担 这是我基本上我向院长 请示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利用今天我想特别的对我们 这一次的所有事故的罹难者 还有包括受伤的乘客以及他们的家属 在这边我想要向他们表达 道歉 我们请示是去留有长官决定 那当然我今天我们的台铁路局长 他也觉得他的工作 第一时间的抢救 包括铁道的护员 他也告一个段落 所以他请示 我同意他的请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